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有蛊惑在五兄弟合体演出的黄金兄弟、金、五,宣布粉丝见面会消息以及演员形成。 全台首场特应会将于14日晚上7点在桃园SBC星桥国际影城举办, 兼致兼演出的曾志伟将和自导自演的钱佳岳、主演郑一进、林小峰率先帝台和观众见面, 而陈教春和谢天华则会在15日下午2点,和兄弟们在西门丁武昌街举办的影迷见面会合体。 见面会当天除了能近距离看见五位主角聚首,只要在现场购买首映票更能获得海报索取签名。 当晚6点更会在同一地点举办首映活动,多位艺人也将手邀走上红毯,势必众星云及曾志伟。 正一见,陈小春等主演来台期间形成满档,更是岗位十足。 除了盛大的影迷见面会与首映会,结束首映形成后还将登上小巨蛋, 与歌迷一起朝圣谭永连演唱会,古惑仔将会在小巨蛋擦呼什么火花也让人大感好奇。 电影描述五个出生入死的兄弟,在恩人曹福尔,曾志伟氏,的带领下,为了救济儿童而偷取特效药,却惨遭涉局,陷入枪林弹雨的险境之中。 片中,兄弟们抱住视似如归的豪情,展开一连串的追查与激战。 他们明白,即使无法活住一起回来,也比一人活住痛快。 黄金兄弟9月21日在台上映。 前佳月、左起、谢天华、郑一剑、陈小春、林小峰将为黄金兄弟来台宣传。 宽于提供。